一星期一本书 我曾经以为分开后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那是我离你最近的距离 可是后来发现我做不到 因为我还想更进一步 我曾经以为分开后 爱你是我一个人的事 与你无关 可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因为我还想 你也爱我 最近国外一个综艺节目 在网上备受网友的热议 这一档综艺将离婚的夫妻 请过来进行三天两夜的共同旅行 其中一对夫妻 离婚15年后 首次单独见面 女方为了这一次见面 专门做了造型 化了妆 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漂亮点 见面后 女方关切地问男方 吃饭了吗 肚子饿吗 昨晚睡得好吗 男方这边却显得局促与尴尬 一直在回避着两个人的交谈 我也挺好笑的 见到你 怎么眼泪一直往外流呢 你不觉得时间很可惜吗 聊着聊着 女方就红了眼眶 看到这里 多少人在荧幕前 忍不住跟着落泪 哪怕分开这么多年 女方还是不甘心 想要给过去的感情一个交代 这份期盼 却始终没有得到男方对等的回应 曾经也是金童玉女 羡杀旁人 如今 却是形同陌路 唏嘘不已 明明不想失去 却又无能为力 想放弃 又想爱 这种滋味 才最折磨 是不是像极乐 输入框前面的你 你发过去一条又一条的消息 期待着对方 可以给你对等的应答 结果等到的 或是复衍了事 或是 无尽的沉默 我曾经以为 我们之间 做不成恋人 也可以退回到朋友 我们遇到开心的事情 还可以彼此分享 遇到生气的事情 还能够互相吐槽 就像是好朋友一样 以另一种形式 守护在彼此身边 后来我渐渐发现 这段关系并没有像之前预想的那样发展 不可否认 我内心 对曾经 抱有一丝期盼 我怀插着那份侥幸的希望 继续着这场 无望的丹恋 看到下雨天 就想起 我们曾经没带伞 一起雨中奔跑的狼狈 路过川菜馆 就想起你当年不能吃辣 却满头是汗地陪我吃了好多次火锅 途径电影院 就想起我们第一次约会看电影的时候 我的小路乱撞 你的手足无措 我多想把这些思念告诉你 可是 话到嘴边 猛然发现 我现在 又以什么身份去诉说这些情愫呢 我们的聊天记录里 都是一些五贯痛痒的显摆 大多数我在自说自话 今天的夕阳好美啊 我今天又得加班了 你最近忙吗 我今天回家路上 看见一只二哈 真的看起来憨憨的 偶尔 你会回一句 挺好的 也仅此而已 这段关系里 我就像一个久久不愿意上岸的落水者 期待着有一天 你可以回头陪我一起 继续前行 可是我等啊等 等啊等 却再也没有等到你的转身 北岛说 你没有如期归来 这正是离别的意义 我想应该是的 道路且长 行之匆忙 从此 天涯两茫茫 我却独自 在水一方 苏琴说 骄傲的人会主动退出 不是因为善解人意 不是因为爱得不深 而是怕亲眼看见自己被当成弃玄像 洒脱 也是另一种执着 最尊严的执着 我做不到删了你 我对你的放弃总是托你带水 要不 你把我删了吧 不然我总是在想你 你最近可好 工作 是否顺心 周末是否有时间休息 最近 烦不烦恼 要不 你把我删了吧 不然我总是在脑补 总会想起我以前说的话 让你觉得不舒服 所以你才不回复我 想起 曾经 因为我害怕给你添麻烦 也害怕成为你的麻烦 所以一直小心翼翼 我还会想起那时候 你社交平台上的每一条动态 与我而言 都像是阅读理解 要不你把我删了吧 不然我总是在担心 我担心有一天 你朋友圈会出现另一个她 担心 我还没有放不下曾经 而你 却早已身在云端 我可以接受我们不在一起 但是我不能接受有一天 你和别人在一起 要不你把我删担心 要不你把我删了吧 不然我总是在期待 期待你的回复 从清晨到深夜 从朝辉到晚霞 我时刻不敢离开手机一步 生怕错过你的信息 我期待某一天 我们在街角偶遇 阳光正好 微风不燥 我们 相识一笑 我如此平凡 如同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 琐碎而又认真地活着 感谢那么美好勇敢的你 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与你相处的时光 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你一直都在我心里 意义生辉 无比耀眼 既然当初一起计划的秋天 已经失去童话的色彩 那就用一个真实的现在 一起去开垦美丽的未来吧 从今而后 一别两宽 歌声欢喜 不贪亏欠 不负欲见 我祝你一生恩好 你也祝我一世无悔 好吗 好了小伙伴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 记得在文末 点个赞看 我是珊珊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 祝大家 晚安 好梦 我儿子 我以为我会感到的 我以为你给你吃什么 我就是你吃什么 我以为你吃什么 我以为你吃什么 好梦 我以为你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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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吃什么